8月17日至8月18日 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 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相较于往年呢 本次执法行动对于海峡管控能力啊 出现了几点变化 首先是执法行动的范围扩大了 2024年的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历时30.5小时 巡航总里程达到413海里 覆盖范围比往年更广 到达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二海里的范围内 以及台湾潜滩 既然大陆海事部门在台湾海峡的执法监管和应急救援常态化了 那么同属于我方领土范围的台湾岛东部沿海 随后也可一步一趋 其次是大陆的法律延伸过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后 明确了对非法捕捞问题的处置方式 而包括台湾地区的渔民在内的所有船只 在台湾海峡捕鱼的活动都在法律的约束范围内 台湾渔民在出海作业时就会遵守海警法 久而久之呢 大陆法律体系在台湾照样管用 就会成为台湾人的共识 再则是海事管理能力的常态化和痊愈化 此次执法行动的前后方装备配置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在前方执行任务的船只如海巡06 海巡0802和东海救115 搭载了最先进的监测设备 具备全天候全方位的观察 监测搜索和取证能力 以及强大的数据交互 通信协调和联动指挥能力 而东海救115作为一艘远洋救助船 具有一万海里的续航力 能够适应包括12级台风在内 台湾海峡复杂的海况 目前已经参与过多次救援行动 在后方 国家相关部门建立了大数据系统 能够对过往台湾海峡的船只 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 包括船名 船号 航速 吨位和航行状况等信息 这意味着不管是监管执法 还是应急救援 不管是前方管控 还是后方总了 海事部门在台湾海峡 已经完全具备了常态化和痊愈化的 全面管理能力 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 台湾回归新思路 以治权推进对台主权回收工作 所谓治权 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 对其领土内的人和事 所行使的管辖权和管理权 它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 包括立法 行政 司法等多个方面 治权对于主权的确认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领土明确性 治权的范围 必然与国家领土范围相对应 是国家在其领土上 行使职权的能力 治理全面性 治权 不仅包括司法管辖 还包括立法和行政管辖 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 政权排他性 在特定领土内 一个国家的治权 具有排他性 极不允许其他国家 或政权干涉内政 或在其领土上行使治权 具体到台湾问题上 以治权推进主权回收工作的 好处有很多 比如法律体系的向下兼容 既然海警法延伸过去了 其他相关法律管过去 也是迟早的事情 而通过在台湾实施大陆的法律体系 可以逐步实现大陆法律体系 在台湾的向下兼容 为台湾回归后 法律上的无缝对接打下基础 比如行政管理和服务 大陆对台湾提供行政管理和服务 在心理层面 能够增强台湾居民 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实际层面 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 台湾人就会在潜移默化中 习惯于被大陆行政管理 就像新海警法颁布后 台湾渔民必然会遵守相关作业规定 那样达成一种潜在共识 如此一来 有利于台湾回归后 该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 只要我们的治权延伸过去了 那台湾很有可能会 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 比如说大陆的救援力量 在台湾沿岸登陆 台湾由于位于西北太平洋的 台湾路径上再加上地形多山 每到台湾季节 就会面临强风和暴雨 引发的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2001年台湾那里 在台东和台南造成10人死亡 2009年台湾苏迪罗 在台东花莲等地区 造成2人死亡 2009年台湾莫拉克 更是在全台造成461人死亡 因为地理因素 台湾是台湾居民 面临的常态化自然灾害 几乎每年都有人 在台湾灾害中遇难 而台湾当局低下的救援效率 也常被大家诟病 随着大陆监管执法 和应急救援的痊愈化 未来台湾出现大型自然灾害 不排除大陆救援力量 直接登陆台湾沿岸 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而灾后重建 必然涉及到的行政管理和指导 届时行政力量 可以伴随救援力量 进驻台湾地区 除此之外 以治权回收台湾主权的工作 还有很多种 如余政把监管范围 推进到台湾沿岸 甚至是内核 政法单位 赴台湾地区执法 消防赴台湾 督导工作等等 和平统一 向来是大陆对台工作的主基调 过去是这样 现在和未来也是这样 以治权 推进对台主权回收工作 仍然是对和平统一的延续 因为延伸过去的 只是行政力量 而非军事力量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是国际共识 那么我们把治权 和行政力量延伸过去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行政力量在前 军事力量压后 是我们的惯例 在该过程中 如果台当局保持沉默不作为 我们则炖刀子割肉 一步步升级 从渔业执法权的收回 到整个台湾地区的 执法权收回 再到行政力量的收回 但如果台当局暴力对抗执法 导致我们以暴力为回应 那就是他们背离 和平统一的主基调 由此引发的后果 自然该他们承担 不要害怕 美国的介入 以治权回收对台主权 是中国给美国的体面 这样做呢 中国无需大动干戈 还能保证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还能表面维持 对我好 对你也好 大家双赢 面子上都能过得去 但美国不想体面 那收回台湾 反而是最小的成果了 更大的成果 则是把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连根拔起 到时候南海没有问题了 日韩也不敢蹦的了 还是那句话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难题 而是美国的送命题 对我来说